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我的正前方呢 是 Brisbane的 City Hall 我的正后方 Serena Russell 这间学校已经创校二十多年的历史楼 可以说是布里斯本市中心历史悠久 也相当受到肯定的学校之一 现在一起来认识Russell 一走进Serena Russell 映入也没乐视明亮的大厅 亲切的柜台服务人员 还有不时传来市政厅的钟声 相当具有学院般的气息 我们有课程中心历史 比赛经文字课程中心历史 以养域准理课程中心历史 我们有课程中心历史上 我们有课程中心历史 他们只能够做出我们的课程中 他们是特别的学校 他们只能够在每个人的工程中心 我们有课程中心历史 我们有课程中心历史 我们有课程中心的课程中心 我们可以带助学生和学生 和学生的工作 并在澳大利亚 在這裡上課 老師們會利用各種時事教材 提供給學生們課堂討論 不頗有趣的上課方式 也是學生們有效提升英文能力的主要方法喔 我希望你們可以看看照片 然後告訴你們如果你們有認識別人 你們有認識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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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ki 你們可能想要 他們都是老男人 他們都是老男人 我需要老男人 你喜歡老男人嗎 對 但他們都是老男人 老男人 在讀Russell的時候 每個同學都是很自然的 想說什麼就跟老師說什麼 就像聊天一樣 然後自然在從聊天當中 英文的文法 或是你talking 或是conversation 都慢慢的進步 這邊的其實 不管是學習啊 還是天氣 還是它的環境 其實都很棒 而且很自由自在 箱內的設備更是沒有話說呢 除了有上百台的電腦 可以免費提供給學生使用 學校也親自為學生們編製教材 為學生們設的工作服務中心 也讓想在澳洲就業的同學們 獲得不少的幫助喔 參觀完這些學校以後啊 我發現台灣人的比例 真的相當的低喔 一路上都是來自各個國家的同學 熱情的跟我打招呼 這個學校呢 它還有提供一個工作的介紹中心 我相信同學在這邊 都可以獲得很大的幫助喔 選擇Russell 我相信你獲得的 會比你想像的多更多 Welcome to Russell